动动脑转转弯 会快快解决了问题 默默看细细想 脑里会转出身方向 一里通不理明 明白烈计算可言简单 全身探讨数学 明到你的答案终会走到 我已经将炸弹装置好 装置在哪里 傻的,他怎么会告诉你 没错,你们想找到炸弹 就要尽快回答所有问题 每个答案都会提示炸弹的位置 如果迟了,就会…… 这儿有两条图案算式 每个图案代表0至9 其中一个数字 不会重复 你们要找出每个图案代表的数字 才能解决密码 这么多符号,怎么猜 不如逐个像一下 不用了,你们看看 对呀,似乎这个部分容易一点 我们就由这儿入手 升加升等于升 有什么数字是自己加自己之后 答案仍然是自己 0 对呀,0加0等于0 所以升代表0 如果升代表0 那10位这个升代表0 三角加三角等于0 难道三角又等于0? 没理由,升已经是0 不能重复 但是明明这项10位是这样 8位又无端端有个0型的同样 真是奇怪 那8位的数 一定由10位的数进上去 咦,两个相同数字加上之后的个位是0 这个数字除了是0之外 还可以是5 5加5等于10 三角是5 那0型不代表1 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数字 在第二条算式上找到其他图案 我们现在再继续由最容易的部分开始 最容易的部分 应该是井乘井这个部分 有哪个数字是自己乘自己之后 那个积的个位又是等于自己? 0 0得0 1 1如1 2 2如4 3 3该9 4 4 1 16 5 5 25 6 6 36 7 7 49 8 8 64 9 9 81 只有0 1 5 6 四个数字自己乘自己之后 那个积的个位是等于自己 那井可能是0 1 5或者6 四个数字都是? 0 1 5 5 都已经用了 不用考虑了 所以井代表6 嘿 好想大家懂得先找些可能的词形出来 然后将不适合的删除 16乘16等于96加160 即是256 那圆圈应该是9 心形应该是2 所以密码即是261059 即是什么意思? 试试吧 会不会是59年10月26日? 你立刻查课有什么新闻? 阿飞、阿鱼 立刻去联合里准备 是 你觉得好像太轻易? 你没看过电视吗? 通常的剧情都是这样的 我就说剧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很难 你们要将这六个数字分成两组 每组三个数字 再加上适当的混算符号 令到两组数字计出来的结果相等 例如 5乘以1加6 和0加2加9 都是等于11 想我提示你们炸弹在哪里? 就要看看你们可以计算多少条算式 哇!有很多可能性 那不是有牌子吗? 不要紧了 我们要勇于尝试 有时候的数字是要逐个试试 才可以直接找出它的答案 各位同学 你们不妨试下计算 和同学讨论下答案 喂!乘经济委还是豪华委? 乘经济委先吧 你们过来这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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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正方形的方格图 究竟总共有多少个正方形呢? 我们这样数到天光都数不完 咦?队长呢? 还要放松? 不要 你如果先把问题简化 会不会容易做些呢? 怎么简化? 例如可以從四乘四的方格圖開始慢慢做 在四乘四的方格圖裡面 有多少個一乘一的正方形呢? 可以畫到四行 每行有四個一乘一的正方形 四乘以四, 即是十六個正方形 那二乘二的正方形 又可以畫到多少個呢? 可以畫到三行 每行三個二乘二的正方形 三乘以三, 即是九個正方形 那三乘三的正方形呢? 可以畫到兩行 每行兩個三乘三的正方形 二乘以二, 即是四個正方形 那四乘四的正方形呢? 可以畫到一個正方形 剛才我們在四乘四的方格圖裡面 可以有十六加九, 加四, 加一 一, 總共有三十個正方形 咦, 正方形的數目 好像有固定的規律一樣 沒錯, 四乘四等於四的平方 三乘三等於三的平方 二乘二等於二的平方 一乘一等於一的平方 那十六加九, 加四, 加一, 等於三十 不就是四的平方, 加三的平方, 加二的平方, 加一的平方 等於三十 咦, 如果用同一個方法 在八乘八的方格圖裡面畫正方形 正方形的數目就應該有這個規律了 那即是有八的平方, 加七的平方, 加六的平方, 加五的平方, 加四的平方, 加三的平方, 加三的平方, 加二的平方, 加一的平方 即是六十四加四十九, 加三十六, 加二十五, 加十六, 加九, 加四, 加一, 即是等於 二零四 是, 二零四, 收到 在探究問題的時候, 先把問題簡化 然後有條理地進行探究 細心觀察它當中的規律 阿輝阿瑜, 有沒有發現? 沒有啊, 找不到啊 找到了 咦, 為何沒有人入場看電影? 阿輝阿輝, 趕快過來看看 總部, 我們發現了個箱子 不如打開它 小心點 打開了 有一個類似炸彈的物體 還有啊, 箱子蓋上寫了幾個字 是什麼字? 是請麥打開 究竟上面有盞燈 有沒有著到? 沒著到 好在 不過剛剛著了 沒錯 查看信號在哪裡發出 在我們附近啊 為什麼信號不是從九龍城發出呢? 你們剛才找到的那個是遙控器來的 還剛剛啟動了 我們還算,你們馬上回來了 不用急,遊興剛剛才開始 這個炸彈裡面有一個300毫升的容器 會定時注入和放走液體 每15分鐘注入120毫升 接著的5分鐘會放走30毫升 一個小時後 當水位到達容器的頂部 炸彈就會爆炸 我都說了這些劇情沒那麼簡單的了 各位同學,究竟我的炸彈會不會在一小時之後爆炸呢 老實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剛才我們用來解決問題的探究方法 下次再見 那麼多符號?怎麼猜 有啊 升加升等於升 有什麼數是自己加自己之後 答案仍然是自己 三角加三角等於零 難道三角又等於零? 沒理由 升已經是零,不可以重複嘛 那零型不代表一 那我們可以用這些數字 在第二條算式上找其他圖 有哪個數字是自己乘自己之後 個積的個位,又是等於自己? 在四乘四的方格圖裏面 有多少個一乘一的正方形呢? 那麼二乘二的正方形 又可以畫到多少個呢? 那麼三乘三的正方形呢? 那麼四乘四的正方形呢? 再说明什麼! 我交iation 它不是 1000寶寶寶營 ании 這是我的 你可以看 他們沒有 一定要 講到